公路局正紧锣密鼓进行抬九线 这一段的安全警官大到环境植栽美化作业 尤其植栽方式和树种选择都备受地方关注 多次和公路局等单位来反映表达在地需求 不过却都没有获得相关的回应和改善 14号上午,湘米代表会在定期大会上就强烈炮 红公路局漠视地方民意 地方念之再之也多次向公路局反映 台九线瑞税段入宿植栽美化素种的选择与植栽方式 再与现况相比 湘米代表认为当初的协调结果真正沦为直上谈兵而已 除了反对苦练数之外 湘米代表林玉梅特别针对了瑞税安全警官大到中央分隔岛 以不同树种交错种植 营造多样性树种生态警官有不同的看法 林玉梅指出 当初也承汉公路局与学者专家建议讨论 然而最后却都不了了之 痛斥公路局漠视地方民意 要求相公所应起来 适时向中央表达地方的立场 是不是我们的委员 因为它是属于中央 那晚上前委员讲话可能有用 那我们地方讲话可能他会考虑到 他以很多的东西给你推动 那天可能在重管处开会的时候 主席也有在 我们尤其是代表也有在 那时候在开会的时候 那个专家就是张教授 他规划行道术 景观度术 得奖的又如何苦练术 他并不知道苦练术是天宁最喜欢记忆的地方 那我们的文淡玉最怕天宁 他一听我这么讲 他也不知道他当场愣站在那边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你种植这个苦练术 对我们文淡玉的树木危害有多大 他当下也少了 知道吗 他懂吗 公路局完成台九县瑞穗断安全景观大道工程 原本以为争议就此打住 没想到就连公路环境旨在美化 仍引发了地方的不满神浪 公部门 学者专家的看法 与在地居民实际生活需求之间的平衡取舍 正考验着公路局的智慧 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党 请不吝点赞兰瑞穗物